欢迎收看本期的小则Vlog 这次拿到了一个北通叫G1手游手柄 这个是一个蓝牙版的 这次其实我们在华为Mate20的发布会上 其实已经看到了 提到了专门Mate20X有一个搭配的手柄 其实就是北通的这款手柄 它写的是适用于EMUI9.0以上的Mate 以及P系列的华为手机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北通手柄 配华为Mate20X有哪些可玩的 首先它说有原声适配 然后急玩急连急连急玩 然后有摇杆灵活走位 然后有一个征服延迟 配了一个蓝牙5的技术 Design for华为 也就是说仅限于华为设备才能使用 背部有一些产品特点 包括刚才说的无需激活 然后全新的快充技术 充电5分钟 畅玩2小时 然后比如说续航可达25小时以上 待机可达180天以上 待机180天以上 就是这个手柄充满了电 然后我不玩什么 说妈妈 我不玩这个游戏 我把手柄放在那充电 我一点也不碰它 我们打开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在这儿 在这儿写Open 这儿写Open 不要在上面给我们一个暗示好吗 你看在这儿就画个箭头写Open的右侧 这个我们拿到是工程样机 汤式手机的小姐跟我说了 所以说在这儿没有充电线 在正式版的时候 应该会有一个充电线 这儿是一个手柄 然后这是一个说明书 手柄的部分有这样几个按键 首先这有一个十字键 这个十字键的手感回馈还挺好的 大家听 然后这儿有一个摇杆 然后上面有一个LB键 然后这儿有一个LT键 这几个键也是我们日常所说的 按照人体工程学来进行设计的 然后这个LB键还是一个红色的外观 是不是来卡设计 机身底部一个USB-C的充电口 一个蓝牙配对按钮 然后这儿有一个按钮 好像是恢复出场设置的按钮 这个位置它是一个 大家看到 这其实是一个开关 就是北通把卡扣 也去作为一个开关的设计 只要你打开这个卡扣自动就开始寻找配对设备 我们现在来 我也第一次配对来尝试一下 首先把你的华为手机的蓝牙打开 好 我现在配对给大家看一下 好 现在显示发现这个设备了 我选择连接 连接好 然后显示前往应用助手开启游戏之旅 前往 在这里边有一个北通自己的 类似于支持的游戏商店 是吧 比如说它有绝地求生 然后刺激战场 然后这里有网址荣耀 在网址荣耀里 它其实支持一个一键功能 我们选择双击LB键 有一个手势录制 这时候我们只要选开始录制 然后比如说打几连招 二一三 我们点完成 这个时候 当你只按LB键的时候 就会实现一套连招 我找找荆轲哪儿去了 荆轲呢 已经打到他们家门口了 我们走 我们去给荆轲一套连招 来了 按住 一技能 三技能 好 再来一套 好 这样呢 只需要你把冷却关闭 两套连招 就能打死荆轲了 四技战场仅支持原生模式 需要打开连接外设 直至文字变成 断开外设 表示开启成功 连接成功之后 大家看 这个灯效已经变成蓝色了 由于是专门为华为手机设置的 所以大家看 华为手机的音量键并不会被卡扣所干扰 而且刚才资料上说 这个位置也是采用了特殊的散热材料 保证这个机器在运行游戏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个外接手柄的加入 而使得机器发热过高 出现降频电池损耗等情况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手柄在游戏中进行连接 首先选择吃鸡的设置 然后选择在这个位置有一个连接外设 现在我已经把手柄和手机配对了 大家看 手柄和手机配对之后 有这样几个键 摇杆自然就是移动了 而且这次使用的是蓝牙5的这样一个配置 基本上感觉不到任何延迟 这四个按键跟我之前使用的手柄交互差不多 上面这个应该是背包键 然后左边这个是左探头 右边的这个是右探头 LB键是瞄准 然后下面这个LT键是开枪 接下来 我就为大家表演一把 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存活到最后 我们跳哪个城 我们跳哪个城 我不认识这些城 我们跳这农场 感觉农场比较靠中间一点 败了 我跳到哪 都是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只是让其他的玩家尽可能的享受一些游戏的乐趣 别一出场就被我干掉了 他们为了躲避我 大家看吧 现在仓内的人数正在疯狂的怎么没太减啊 大家是不是都想跳这个地方啊 好准备 跳 哇完美 晒晒晒晒速 哦 发财了 这好像是我有史以来最佳开局 还没有这么顺利过 好 有脚步 人呢 猫呢 我感觉我们两个都互相听到的对方的声音 在这 他不动 在屋里 怎么办 我怎么能打他 虽然说刚才有点慌 但是我还是被自己的表现鼓掌掌 我刚才是不是一枪把那个人爆头了 经过我刚才大发神威 现在就只剩下86个人了 不知道他们在没有碰见我之前就挂掉了是他们的幸运还是他们的不幸 脏背心 来走起 怎么露个打白胳膊啊 哦 这种摩托车 哦 这是在外摄模式下可以直接开摩托是吧 之前玩的那个就是不能检测出外摄模式的摩托还需要调成什么什么开摄模式 哦 有头盔了 哦 他清了吗 这呢 噓 他也不敢开门 他还在一楼 轻松 我怎么这么厉害 穿一个绿色T恤吧 哦 这一个摇杆是可以控制所有方向的 怪不得我刚才操作的时候左右互搏的感觉 在这就下来了 让摩托自己开 引诱他们 他们以为摩托上有人 但殊不知我已经超了他们的后路 我俩现在极有可能就绕着这个楼那跑呢 不敢再绕 我们走 哦 哦 看到了 哦 厉不厉害 这就是用梦幻的脚步打乱对方的部署 我摩托呢 我摩托在那边 哎 掉个位了 完了 我都不要了 Let's go 哦 这怎么上去 哦 直接跑上来就可以了 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呢 就是肥冷脆的颜色 没有一个三级防弹衣之类的吗 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 这个皮特帕拉脚步声是我的还是别人的 慌得一逼啊 哦 哦 哦 还好我压枪压得稳呢 同学们 这有一个车在看中吗 会被车里藏了个人啊 哦 哦 哦 是不是在打我啊 哦 是在打我 可恶 哦 不然呢 这个游戏算是我主动送 对不对 闪现嚼人头 故意给他让他那个在房子里给他看 总的来说呢 这个游戏手柄啊 手感还是不错的 最后呢 没有杀掉对方 是因为我没有看见他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于北通之一手柄的一个体验 更多好看好玩好吃的信息 大家可以关注小泽Vlog 以及微博钟恩泽 我是钟恩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